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李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五早上的11点19分 小涨12点 台北股市连涨3天 今天是第4天 最多涨了56点 今天是开高 没有像昨天气势那么强 开高就掉下来 最多跌了54点 目前撑在平盘上下 台北股市还是最稳的啦 虽然说今天攻击的力道 没有像昨天那么强 可是今天换成小型股 今天换成小型股 OTC指数涨了0.86% 台积电联发科 今天没有像昨天来的那么强 昨天光是台积电跟联发科 几乎占了所有的指数成分 所以昨天只有 四分之一的股票涨 四分之三都跌 今天正好跟昨天 等到败 台积电跌6块钱 占指数跌掉了50点 联发科是还涨 联发科今天比较强 创新高1090元 目前在平盘 那一样把指数空间腾出来 给中小型股用 大家轮流动 那轮流动过程当中 你也不要去乱追 锁定一个真正的主流 什么主流 法人作账股 否则很多股票短线 你一天就拨一天 你去欧买堆 不见得是好事 不见得能够占到便宜 不去你不敢买 你又一只你跳下去 明后天就掉下来了 这样也没有什么意义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部分 道琼大涨617点 前一天是跌了400多点 那昨天美国的众议院 通过了临时政府的支出法案条款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美国政府到12月底 如果法案支出 政府支出的部分 没有办法再给它宽限的话 那又要面临破产的问题 政府导在破产的问题 所以昨天这个法案过 那美国政府支出就 不怕没钱了 那同时在 参议院的部分 共和党的领袖也表态支持 所以这个临时法案应该会过关 应该会过关 因为共和党的大佬已经支持了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道琼大气 可是纳斯达克昨天是小涨0.8% 沸腾报道题是平盘的 长力很高 长主要美国在去什么 银行股 银行股都涨3%4% 石油股也很强 也都涨2%3% 那波音昨天大涨了6% 通用汽车涨了3% 所以都是传统产业 包含Starbucks 甚至于Caterpillar 这些传统产业 反正科技股是比较弱的 昨天美国的科技股 相对弱势 甚至于下跌 那这个对台北股市的一个同步带动 可能就比较没办法 因为台湾跟美国的互动 主要还是在科技这一块 至于传统产业的部分 各有各的环境 各有各的内容 所以相互之间的互动 比较没有那么高 不然昨天美国银行股 今天台湾银行股 表现也不怎么样 对不对 因为每个国家 每个国家国情不一样 所以在传统产业部分 互动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密集 那么的密切 好 今天成交量 预估3454亿 电子股还是占了64% 也蛮高的 那航股占22% 昨天航股占到26% 很强 那今天22%跟昨天没有差很多 可是今天航股表现就没有像昨天 来的那么热络 你看今天航股 普遍都呈现下跌 长龙目前涨2块钱 扬名涨1块半 万海是5毛钱 你看今天长龙虽然涨2块也不错 可是成交量目前只有13万张 昨天有33万张 现在时间已经过半了 连一半都还不到 所以显然的今天 航股没有像昨天来的那么凶悍 昨天阳明有20万张的成交量 目前只有7万张而已 所以今天是开盘之后 就一直盘在那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的海运公司的表现 昨天赫博罗特跌了1.99% 相当于跌2%啦 那股价已经在历史高点了 所以震荡难免 今天亚洲的海运股部分 日本的海运股今天早排很强喔 可是目前开始出现涨高的回挡 游船最多涨到4% 5% 目前已经剩下涨0.75% 所以震荡两天的大气 今天有涨多回挡的现象 山井昨天大涨7% 今天早盘一度又涨7% 目前涨3.1% 这也是川崎最强 川崎昨天涨了11% 刚才又涨了快12% 目前涨9.93% 两天起20几% 所以海运股的部分 上星期就在你们提倡了 上礼拜我都把时间周期算好给你们看了 提醒你们 日本海运股的时间周期转折爱注意 对 当时算好时间给大家看 两日内会出现转折 两日内会出现转折 都说得清楚啊 是不是讲完之后 Kawasaki 在这里盘一盘 然后就喷出去了 那这边一涨上来 当然对于长龙阳明的带动 就会有比较正面的一个影响 那中原海运的部分 礼拜一就开始动了 礼拜一涨停 礼拜二涨7% 那整理两天之后 今天又创新高 目前开高走低 平盘 所以今天亚洲的海运股 有早上冲了之后 有缓下来的味道 所以长龙阳明 目前是属于整理的状况 那目前分线 昨天涨一天之后 目前在修正 那修正完之后 会再扯 会不会跌多 我应该 我估计应该不会跌升啊 有来要求紧紧 这个随时长龙阳明 都会有机会 在加速上涨 你看我从 我阳明 87块钱买的 到现在已经 40% 长龙我们90.8元买的 已经超过50%了 已经超过50% 所以你要养成 赚大型的股票 底部布局的一个好习惯 给他时间 都会贪大钱 30% 50%都会贪大钱 你看长龙也是50%了 阳明也40几%了 这是长龙跟阳明 会涨到多少 会去哪里多少 我时间都算给你看 40天的行情 40天的行情 会去那当时 你有的可以来找林德燕 该买的时候 该卖的时候 我再带你 我跟他带你 到底来不来 我们看一下今天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 小型股比较占优势 台积电昨天强了一天之后 今天台积电休息 那台积电是一定还会上的啦 因为法人坐账 台积电一定不会缺席的 拉一档台积电 扭一桶一桶一桶 只是台积电 你贪不费而已 因为法人只要让台积电 涨个5% 8% 他账上 净值的拉抬就很高了嘛 问题是你坐台积电 5% 8%你贪不费嘛 对不对 所以台积电把它当指标看 早 涨幅有机会更大的 效果会更好 你看今天换日月光了 每天都有不同的法人股在轮流动 昨天是联发科台积电 今天换成联电 跟日月光 咱联电账不贵啊 我也没有买很低啊 上个礼拜打下来63 62买 那这波拉上来 据我了68块 今天又来68块钱 这才刚开始而已哦 联电法人持股的金额 来算的话 排行榜排到第六名 排到第六名 如果依照持股比例排的话 那可能不是很高 只有四十几% 那可是你若以金额来计算的话 三千多亿已经排到第六名了 当然台积电最高 台积电已经接近12兆了 联发科也有一兆多 大概一兆1500亿左右 这是前两名的股票 所以你要从里面去找 本益比低的 越低越好 本益比越低越好 获利越高越好 这样的一个组合 所以联电后面会更加跌 当然最好是日月光 法人持股 80.6% 加上公司持股 也有16% 执行库厂股 又买回了1% 你买不买的全副股票 都被特定人买走了啊 所以跟大家讲过 日月光一定会叮当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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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喷出去了 什么时候喷出去 不是你我能够决定的 那我们就在还没涨的时候 就未来PO嘛 我们有的是时间 只要风险不大 我们有的是时间 可以跟大家博嘛 可以跟大家换嘛 你看我从这里开始讲 93买 95买 98买 这里压回来 102 101又买 今天已经来到109块钱了 109块钱 凶啦 他这次宣布 处分大陆部分股权 每股获利贡献4块钱 会在12月份入账 那如果12月份入账的话 今年每股获利 恐怕会高于15块钱啊 15块钱 北米才7倍而已啊 中国股票就不用怕 他拿给他去走 对的股票 他会自己帮你带来利润 你不用去操心它 你要操心的反而是 不对的股票 不对的股票 你在处分上面 你就要多花点心思 那如果对的股票 他会自己为你带来利润 你就放心让他自己走 月光要注意哦 那联发科今天创新高 联发科我就不太多说了啦 对铁店八百市就开始 一路一直说了 我们一千又买回来 今天又到1090 一点又90块钱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买 因为这种单价比较贵 可能不是很多人都能够适合的 那没关系 不适合你就找你适合的嘛 对不对 股票投资不要勉强 你要有相等的资金实力 才有办法操作 相同内容的股票嘛 对不对 那当然更重要是你要有信心 你如果没信心买了不放心也没意义嘛 联勇也是整理快结束了 这个随时也会喷出去 目前涨了三块半 那敦泰 后来金区 黄金敲债人出来了 所以随时也会柔 这随时也会叮当 如果还有下来的话 要买赶快买 今天记忆体股也不错 华邦店涨了2.2% 今天南亚科是涨多回档 行情组不好 你们每天多年嘛 对不对 涨涨跌跌 方向出来了最重要 那望宏 就缺一根 红棒出现 马上黄金交叉就会出来 所以在行梅拉之前 后来你要求金区 这后面也是重点过 10月份法人买超 排行榜 以章数来算 第6名 就是网红 那你看群联 联算两天大气了 我刚才讲的时候 每天跟大家提醒 很多都认为慢 这慢就这慢就 等到它快的时候 你就来不及了啦 你看从350 今天已经400 87了 350到487 一张已经13块了 13块就多少了 50% 这样就50%啦 所以说早赚大钱底部买 你要赚个30% 赚个50% 机会都很高 今年贪四个股份 这两天加速涨 是因为传出来 联电跟英特尔的官司和解 是他居中牵线斡旋 那帮两家公司打原厂 那打了原厂之后 对群联未来是有利的 因为他有机会拿到更多的产能 所以连续两天就开始发动上来了 那这种事情你以为我都不知道嘛 等你知道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嘛 那既然是赚大钱的股票 价格北比不到10倍 就再买来泼就好啊 对不对 当行情来的时候 自然而然他就会发布一些 我们平常 可能你想象不到的一个利多 友达群创今天都不错 友达群创今天都不错 因为两家公司同时都出来发表 乐观看好明年产业的景气 这两家今年美股获利 应该都能够赚到6块钱 每年没那么好 明年没那么好 明年我估计应该 4块钱应该走过去 4块钱应该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那你就算4块钱 本益比也不到5倍啊 对不对 以今年的6块钱 本益比连3倍都还不到 所以中国票不用太多 没得再担就对啊 你要赚大钱你不给他时间 他跑不出来的 所以赚大钱的股票 本益比很低的时候 他不会来破 你怕他 但现阶段重点还是在 法人作账 你要找法人高持股 今年高获利 本益比越低的越好 要综合这些条件 这样后面一支一支 在12月份的行情里面 他就会表现出去 有些赚大钱的 可是法人持股不多 那没办法就要stand by 可能等到1月 可能等到2月 再开始表现 那也没办法 因为现阶段重点就是 法人要拉抬 他的账面价值 所以一定要回到 法人股身上 才可以 今天华琴 季佳 华硕 最重要的是 红基 今天红基大涨 红基又为什么突然冲出去 红基是国内电脑第二大品牌 在欧洲销售也不错 那我是不是给大家看过 最近 美国 北美第一大品牌的惠普 一直在大标 昨天又大涨3.2% 这波上来已经46%了 这波上来已经上去46%了 那国内的电脑股两大厂 华硕红基嘛 华硕这次从24块钱 涨到30块钱 涨了6块钱 6块钱才 20几%而已 人家惠普涨了46% 红基才涨了20几% 华硕涨更少 华硕只涨了16% 从同时间 10月份到现在 只有16%而已 所以后面华硕 整个弧心迪欧出来了 华硕随时会又充 在法人磁骨旁方里面 红基是比较少 因为红基法人磁骨少 华硕法人磁骨排在第18名 排在第18名 北比目前只有 5倍多6倍而已 也是很低 所以西中股票 在12月份 你就会贪大钱 我们来看电子骨的部分 国具 今天国具 慢慢开始又在升温了 国具随时又又冲出去 这都没完 国具在法人磁骨里面 膀膀也是第20名的 尤其今年高获利 低本益比较10倍而已 股价还负成长 就是无度力啦 加权指数都涨了19%了 高获利高成长股票 怎么还会是负的 你看包含辛普也是 辛普也是负9% 所以负9%最近 外资就开始加码拉台了嘛 对不对 今天辛普也不错 也涨了6块钱 辛普也开始在挤我嘛 所以你往这方面去找 你如果找不到 我刚才说的那几支股票 价格不可以参考嘛 对不对 刚才可以参考嘛 我找的都是基本面很强的 基本面很好的 尤其在价格很低的时候 跟大家推荐的 所以你操作起来 投资起来 安安心心 到时候行情涨了之后 赚了就很开心 今天太阳能还蛮强的 可是太阳能股我就不想谈 都是赔钱都了解的公司啊 赔钱的股票 当然也有涨的时候 只要有阻力进去 人们要救是平本事 可是这种 亏损的公司 它行情的爆发力 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弱 你看 这个走势就很弱啊 涨1800点 它完全都表现不了 看它涨一天 马上就拉回头 所以我还是坚持赔钱的股票 赔钱的公司 营运衰退的公司 我不碰 因为行情 走不走 投资也没保障 到时候追高被套到又麻烦 所以掌握 赚大钱股价在底部的 本比低的 尤其12月的重点在法人作账 一定要去找法人高持股的股票 这样12月份要赚钱才会轻松 那欢迎加入我们行列 我们一起来做投资安排规划 我来找这些股票 带着你 我们一波一波慢慢来做 一支股票 一支股票 30% 30%来谈 我们负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直气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承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